2 1 游戏 开始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回来吧回来吧 大家先别动大家先别动 看到谁能发带就走 连发呆都赢不了人还没有什么 林明俊其实已经进入睡眠模式了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发呆了39秒 输了太好了 大家看到这四个还在这个状态里 他们上师徒四人那个什么的 发呆吧太难分出来胜负了 所以其实这一个赛道的名字呢叫做 别笑赛道 导演组来上视频 嗨大家好 这里是舞动频道 不要换台啊 哈哈哈哈 哇这个这个就这样 没想到吧 还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白天出了 哇 这很强啊 要继继继继继 叮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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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儿小铃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出声鱼虾鱼虾鱼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像大鱼虾 不可能不笑 这是大家说 多损呢 你们说 嗨 青春制作人们大家好 我是个人训练生龚一星 然后今天 我带了我的四个小伙伴 龚一星还行吧 我怎么感觉龚一星 你怎么不太介绍一下 龚一星都变样了 龚一星已经 那个误了 我没用哎 还有一个自我介绍视频啊 大家好 我是来自瑞彻娱乐的邱丹丰 今天我二十岁了 我一直有一个对我来说很伟大很伟大的梦想 五岁十 五岁十 就每天带我 尴尬的是我们 有一天电视里正在播放超级女生 里面有很多漂亮姐姐 大这都不笑啊 这太巧了 我感觉这次我介绍的视频 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的 作用 要不我们来上大招好不好 这样 来点炸的来 再给你放一个 来来看一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各位青春制作人里面请 我是本店的店小二 大家叫我小唐就好啦 哈哈 大家都是第一次光临本店吧 我不悲啊 那我介绍一下 好神啊 这真的有一点好笑 关掉吧 好我们恭喜龚一星获尚 他成为了我们 发呆赛道的冠军 发呆赛道的冠军 我再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